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 我独自流浪和海角天边 一步步走过大深信愿 也许在来生的梦到明天 我们能再写进的情节 一步步完成最美的全 Zither Harp 我哪有那么矫情啊 我那是奖礼 就知道你奖礼 所以呢 我们还是在这里吃 对吧 是你来点 还是我来 你点吧 你爱的 我都爱 你那个神秘男友呢 不是说一起来吃饭的吗 他今天临时有事 要晚一点才能来 你那个黑猫警长呢 也不说带过来让我神神 下次吧 他也挺萌的 加班呢 怎么样 是真命天 挺漂亮的嘛 有品味 又夸我有眼光 这是一种梦剧 终点在这里 好Q啊 太有想法了吧 还行吧 烟光不要太高 小心被人抢走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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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到了 我去迎他 喂 什么 好吧 那你先忙 怎么啦 怎么了 他说 他临时有个重要的会议 来不了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也是哦 幸福的女人呢 要有自己的空间 那么 今天晚上 就让我们 进去那天 太久了 可惜不许是你 陪我到最后 你跑掉啦 公主 你记不记得 我大一失恋那年 就是你陪我唱的这首歌 有吗 我不记得了 刚才没察觉 现在感觉 好像圆润的点啊 是吗 可能是水肿吧 况且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啊 那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哦 不要 见到你 我怎么睡得着啊 况且我还有好多话 要跟你说呢 猪头 你知道吗 我把今天 当作最后单身派对来过的 你要结婚了 那是精神要结婚啦 到明天开始 我要做成功男人 背后的那个女人 精神结婚 没明白 你不懂 因为 你还没有遇见那个她 谁说没有 黑帽警长就是我的那个她 那 那今天没见到我男朋友 去结黑帽警长吧 不要 我才没有让她看到我现在这个仇样呢 我今天呢 可是潮水平凡 昨天没喝过那么多 我男朋友啊 我男朋友啊 怎么灭了 果然是神秘男友啊 不 能在这条街的荧幕出现 肯定是名人 是谁啊 我告诉你 我要她 保持神秘 还跟我来这招啊 那儿了 我要你见到她 眼前一亮 羡慕尽都恨 小样 可我怎么少许她 还不好 别动 你换我干嘛 忘了告诉你 我要办画展 把这几年的作品呢 全都展出来 你不会想把这张 也放到画展上吧 废话 你说我最好的闺蜜 怎么可能没有你啊 那你选好 办画展的日子和地点了吗 看我到时候 能不能来帮你张罗一下 等我安排好 比这更重要的事情 再说吧 比办画展更重要的事 什么事 猪头 你有没有想过结婚呢 和黑猫警长 那还有谁啊 才刚刚开始 没想那么多 你刚刚说的精神结婚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以结婚为目的 改变自己 为了一个男人改变自己 他真有那么好啊 为了他 值得 原来我发现 他没有那么好 可是后来 我再也找不到 像他那样的男人了 我觉得 我对你的神秘男异 有越来越感兴趣了 能让你这样的死心塌地 一定不错 以前 我一直被惯坏了 只顾自己的感受 从来没有想过他 可是 当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他原来对我是那么的好 所以这辈子 我一定要嫁给他 好啊 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日间很幸福的事 我真为你高兴 对了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啊 什么约定 做伴娘 行了 我怎么可能失约呢 你换好了没有 差不多了 我要看 你把我画得太好了吧 你呢 本来就好看 而且你身上 有我没有的长处 在我心里啊 你就是那个完美的女人 你再夸我 我都要飞上天了 我真的好幸福啊 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还有一个 我爱的男人跟我结婚 一生都无害 你怎么那么肉麻啊 爱你突然这么感性 让人很不习惯啊 还抱那么紧 松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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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给你螃蟹抱 我不要了 好好好 让你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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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了吧 你也想甩掉我啊 公主 你的电话 你接 嗯 嗯 好 我接的话 我就占它便宜了啊 晚安 晚安 晚安呀 还给我 还给我 晚安 喂 别痛了 别痛了 啊 啊 那个 我昨天在朋友家住的 啊 好啊 那 待会儿见啊 拜拜 起床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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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睡觉 哎呦 你刚才拿我痒痒的时候 怎么不困呢 起来了 快点 好公主 你体谅 体谅我们上班族 好不好 睡到自然醒 是一件多幸福的事啊 你让我再睡十分钟 十分钟 哎 好吧 那你如果要找我的话 就去那个 艺术馆对面那家餐厅 你记得啊 嗯 去吧 待会儿再说 我把话拿走了啊 心仪 久等了 没事 我也刚来 坐吧 嗯 刚回家了一趟 所以来晚了一点 谢谢你啊 信我什么 这家餐厅 我们在伦敦的时候 谈论过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 是个下雨天 嗯 我们都忘记了带伞 所以 我们又回去继续聊天 然后你跟我说 你最怀念的 就是这家餐厅啊 真的忘了 我好像真的忘了 好吧 好吧 就算我自作多情了 不过没关系 跟你吃什么都像 点菜了吗 哦 还没有 你来吧 还是你来吧 我现在要学会 你喜欢吃什么 我就喜欢吃什么 想跟你说我公主脾气 好 我点 好 我点 你 怎么提前回来了 因为想你啊 怎么了 是不是工作太忙了 还好 还好 你知道吗 我的导师结婚了 娶了个亚裔 很漂亮的 婚礼那天呢 我也去了 新娘比她整整小了四十岁呢 你干吗这么说 我真的有很多回答 想跟你说 好 就这些 好 请上等 谢谢 喂 喂 天猫警长 你吃饭了吗 正在吃 哦 好吧 你呢 别管我了 我自己解决 那 晚上有时间吗 有时间 那你晚上可以陪我一起吃吗 好 拜拜 不好意思 一般这个时间打电话来月晚饭的 不是老妈就是老婆 但是对于你 这两个都不可能啊 那这位是谁呢 欣姨 如果我告诉你 刚才给我打电话的是我的新女朋友 你相信吗 怎么可能呢 如果我面前做的是其他男人 我一定信 我相信 但是你 我不信 为什么 因为你曾经告诉过我 你喜欢上一个人 需要一年的时间 一开始我不相信 可是后来 我让你喜欢上我 确实需要那么久 况且 你回国才几个月啊 怎么可能 那么快就喜欢上别人啊 再说 我知道你爱我 好 欣姨 我 我说的不对吗 好了 不要说了 我肚子好饿 菜怎么还没有来 我去一下洗手间 我去一下 我去洗手间 我说 我去洗手间 做练口 切木工 我 睡 晴雨 晴雨 房 笑 原来你在这儿啊 猪头 来找我吗 好奇战胜河水虫 走吧 思汉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最好的闺蜜 张晓同学 这位呢 就是昨天迟迟不肯露面的 康思汉先生 你好 你好 来 坐吧 思汉 把菜单给我 我来看看点些什么啊 你呢 不吃辣 猪头又喜欢吃辣 你们两个太讨厌了 这个不行 猪头爱吃甜的 猪头 吃不吃蛋挞啊 不用了 我突然想起来 我忘了件正事 干吗 我要去医院看我爸 过了探视时间就来不及了 你再坐会儿吧 对不起 看我爸这件事 的确别吃饭中了 要不下次我赔罪 请你吃饭 那 我们等你吧 别别别 你们二人世界 我就不打扰了 猪头 四汉 怎么了 没什么 信仪 我突然想到 我要给个重要客户 打个电话 稍等一下 哦 沉夜里 路上行人号 把勇气踢在原地 不知如何走下去 紧紧拥抱的你 深深爱的言语 像电影散场 一幕幕分离 陷落在嘴心底 沸腾不易 夜夜 惊醒在空荡的梦里 失去你 失去勇气 失去意义 谁记得分手那天 还下着雨 曾经做了约定说不放弃 傻得可以不留余地 寂寞只剩自己 心不忧愿 晓晓 你请我解释 我们之前并不存在任何后悔 你没有必要解释 走吧 我可以走 但是先让我把事情说清楚 这还不够清楚 我现在什么都想听 在空大的梦里 我和信仪是在伦敦上学的时候认识的 我回国之前就已经跟她分手了 她的性格你是知道的 太公主气 我是不可能和她最终走到一起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去欺骗你 瞒你 我更没有想到 你们是好朋友 你说这句还有意义 康斯文 我告诉你 毫无疑 这样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是孟兴怡 她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 即便你们已经分手了 我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我 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信仪知道 晓晓 咱们不要这么孩子气好不好 我们用理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终于发现我孩子气了 我们也合不来的 对吧 等等 钱还没给呢 我 一生也许 再也没有 也许 何时交接 会不成 我丢了我自己 神不要紧 你 去哪儿 我送你吧 不用了 谢谢 你的 你 你 有什么 你 有什么 你 我 你 有什么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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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想要干什么 请你离我远一点 看样子你真的是碰到了 不开心的事情 哭出来也好 像我一样 哭完了就没事了 有些时候 伤心是可以让人感觉 荡气回肠的 不过日子的 还是要过下去 不打扰了 还有一天 会员 会员 喂 馨姨 不好意思啊 最近有些事情 所以下午突然离开了 也没给你打个招呼 没事的 我知道你最近挺忙的 我刚在别家公司开完会 妈妈让阿姨给我送了点鸡汤 我给你送过去吧 不用了 谢谢 子汉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 我有点不习惯 喂 你在听吗 馨姨 我有点累了 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 我知道我有好多毛病 我一定会改的 你回国之后我真的好想你 你原谅我好不好 馨姨 我们已经分手了 在我心里 我们从来就没有分过手 上次在大峡谷的时候 你说分手 后来不也好了吗 这次不也一样吗 我真的累了 那你早点休息吧 拜拜 来 小小 你在哪儿 回复我 不然我要疯了 再见 再见 我知道你不能原谅我 也无法接受这一切 更不想听任何解释 没关系 都没关系 只要你打开手机 给我一个回复 告诉我你好好的 我求你了 原来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你错了 你错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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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走 您走 最近公司有调动啊 我调后勤部了 哦 你们那个部门怎么样 康总来了 来 您走 你怎么也在 我是来参加谈判的 你复职了吗 我怎么没有接到消息 我还没有复职 不过这次谈判的对象 之前是由我来负责 公关事宜的 董事长可能是担心 你这位临时副总裁 应付不了 所以把我从后勤部叫来 参加这次谈判 不过你放心 以后这样的机会 还多得是呢 董事长 董事长 大家早 请坐 请坐 董事长 客户的资料 都给思汉了吗 一早来的时候都给了 什么 你手上的那份资料就是 思汉都看完了吗 我 请 孟总来了 大家好 孟总 欢迎欢迎 你好 你好 请坐 请坐 好 来 坐坐坐 我们可以开会了吧 康董啊 在开会之前 我有个题外话想问一下 不知道行不行 什么事啊 我女儿心一说 在英国留学 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叫康思汉 是吗 现在的年轻人啊 谈恋爱就像做贼似的 我让他给我看看照片 他说今天能见到本人了 我想知道 哪位叫康思汉 思汉 快跟孟阿姨打个招呼 孟总 你好 别客气 就叫我孟阿姨吧 谢姨啊 你还愣着 哦 康伯伯好 好好好 你看我们这个谈判会 一下变成了相亲会了 正儿 那你就让 思汉坐到我旁边来 坐吧 坐 呃 这次会议 主要是讨论 我们双方合作 举办这个珠宝拍卖会的事情 银峰集团 旗下的珠宝公司 在行业里 领军的地位 就不需要我赘述了 我主要是想讲一下 我们 整天的情况 坦白说 现代珠宝 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陌生的 我们的业务 主要是针对于 古董和古玩 在此过程里面 我们积累了 很丰富的 举办拍卖会的经验 所以 我们可以说是 强强联手 让人期待 当然 我希望这次 只是个开始 往后我们两个集团 会有更广泛 更深入的合作 馨怡是我的行政助理 他们俩这个关系 我想 这个项目在沟通上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也很有信心 四汉 那你就介绍一下 我们计划的具体情况吧 好 接下来 我讲一下我们这个计划 我们这个计划呢 主要是由甲方银峰集团 大王 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不是殷总 负责的这个项目吗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康总 和银峰集团的千金小姐 她俩关系不一般呢 顺水推舟呗 我觉得董事长办的这个事啊 假公济私 我们整体的计划 大致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芯姨 谈谈我们银峰集团的计划 大家好 我是银峰集团代表孟心仪 康总啊 我问你个事 思汉现在在你们公司 担任什么职务啊 是副组裁 我们这次合作的事情 由她全权负责 挺好 我也把这个事交给芯姨了 思汉呢 她还在里面收拾东西呢 那我先回公司了 你去陪陪她 好 不要时间太长 耽误人家的工作 晚上啊 让她上我们家来吃个饭 好啊 康总 你也来吧 我就别了 年轻人的事 来来 这边请 好 那我走了 嗯 思汉 刚刚坐在你旁边 那个人是谁呀 冷着一张脸 好像全世界都欠她一样 一个阴险冷窝的人 你不用理她 哦 怪不得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我可准备了一整晚呢 昨天为什么不告诉我 昨天临时接到母亲大人的命令 况且 昨天你心不在焉的 不好意思 我 不好意思什么呀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 很好 那 你是不是该奖励我点什么呀 这个奖励还是为你妈妈要吧 她才是你的老板 我的老板呢 好像对你很满意的样子 他刚刚告诉我 今天晚上 让我带你回家吃饭 哦 对了 早上给我打电话 什么事啊 哦 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哦 哦 哎呀 不再我累死了 我快迟到了 就是呀 我快迟到了 你说这个 你看 那个我按你完成了没有 啊 周桃 公主 哎 怎么这么巧啊 是啊 哎 你来看你男朋友 不是 陪我妈来办事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上班啊 才来不久 哎 四哈 你们在一个公司上班 难道没有见过面吗 嗯 我 公司那么大 三千多号人呢 男的个个都见过 哦 也是 哎 我有事先上去了 好 哎 等一下 这是什么啊 午饭 这么多 他们是不是看你是新人 把你当苦力啊 不是的 顺手而已 看得好 嗯 正好 先帮我拿上去吧 好嘞 谢谢啊 你看 不行 找你们主管去 走 夕姨 算了吧 算什么算 这事不大 没必要 四汉 我今天把丑话说在前面 张晓是我最好的闺蜜 她有受委屈的地方 我连你都不放过 麻烦你平时照应一下 我的好朋友 还有 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妈 她是我最爱的女人 别瞎说 瞎说什么呀 本来就是嘛 再让我看到第二次 我把整个震天都掀了 公主 别乱说了 好 好了 吃饭去吧 走 不是刚买了吗 下次吧 好吧 我上去了 我们走吧